你看六祖讲的 何其自信本无动摇 自信本定 不懂 那真的 我们学佛虽然没什么大成就 把这些事情搞清楚搞明白 这个语言就非常殊胜 那我们怎么知道的呢 我们是见闻得多 清净佛菩萨 佛菩萨告诉我们 今天佛菩萨在哪里 在经典 学佛要以经典 不以经典你学什么 金刚经常说的好 佛菩萨不在世的时候 佛灭了 经典所在之处 就是佛菩萨所在之处 这处经典呢 就是清净佛菩萨 古人 清净佛菩萨 没有一个不开悟的 我们今天清净今天 为什么不开悟 这个原因 引光大师给我们说出来了 他老人家说 一分沉浸 得一分理 十分沉浸 得十分理 我们今天修复 对经典 没有沉浸心 所以不开悟 如果具足沉浸心 没有一个不开悟 关键在此地 我们俗话说 不老实 开定开悟的秘诀 大小城教里都讲 皆定会 因皆得定 因定开悟 皆是规矩 你不守规矩 你就不能得定 没有定 你就不能开悟 教下 能得定吗 能 怎么不能 八万四千法门 门门都是修定 怪在什么 我们不会修啊 我们诵经 我们听讲 一遍听闻 我学会了 不知道学第二篇 那古人怎么学法呢 古人家 都说千遍 其一字架 你有没有念一千遍 为什么念一千遍呢 其一字架 太悟了 一千遍怎么样 一千遍也得定了 你没有定功啊 你一千 你能够念得了一千步 我免力同学 学东西 至少都是别 那为什么 你有个深刻印象 在日常生活当中 你提得起观照功夫 如果你没有舍变 没有舍变以上 这个功夫啊 念是念过了 在日常生活当中不管用 我们的习气太深 那都是烦恼当家了 是反复啊 我们虽然学了圣教 圣教不当家了